北京时间今天凌晨,由文图斯的官方消息称,年仅21岁的意大利前锋法维利新赛季将被逐渐制热那样效力。 合同拥有期限被一年的买断条款,租借被为500万欧元,买断被为700万欧元,目前法维利是意大利未来封献的头号王鼠之一,按来格里自前曾胜在,他是一名很有肩负的球星,不过在尤文他无法获得出场机会,为此被尤文送去热那样练集,尽管后者随时可以买断,但只要法维利踢出来了,被尤文回购那也只是时间问题罢了。 尤文,我们不仅是一家霸主,我们还有超级巨星C罗,最新来自Sport Italia的报道称,尤文图斯即将和皮亚尼奇与桑德罗完成试约,今年夏天这两人不断的被媒体蒙翻到转汇市场上,原因就是尤文图斯又一眼金伯格巴、玉玛塞洛,这两人就是最好的套现方案,一个身价接近一半,一个也是高达5000万欧元, 然而在已经已见C罗的情况下,努力加速葡萄牙球星,与球队的磨合才是当务之急,C罗的快速融入也会决定尤文先赛季的赛事走向,此时任用一些老将,反而能够为C罗的快速磨合节省时间, 更何况皮亚尼奇与桑德罗还都是经验丰富的老将,目前英超联赛已经开展,相信一甲球迷们已经等不就,飞罗在游文的联赛首秀了,更不用提新赛季的欧冠联赛了,本文来自独角兽工厂,创业加细授权发布,律听编辑修改,版权为作者所有,内容仅代表作者独立宫典。 好